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要紧密洗掉在天界的记忆到凡间历劫十余年就可以了 根据小说的编排,紧密下凡历劫可远没有这么早 而且这次下去翻写,远没有小说里写得那么美好 毕竟小说中紧密下凡的时候,天后已经薛薛神机 在牢狱里唱亮亮的此番电视剧的改编 导演不但让紧密提前历劫,还给天后加了不少的喜 他要挟袁夕仙子给紧密,安排一个惨到不行的命数 不但害了紧密,也虐惨了自己的宝贝儿子续凤 紧密下凡脱身在了一个衣族 不但生活在人际罕至的深山老林里 紧密还必须时刻戴着面纱 因为历代的女组长都有容颜千年不败的奇妙能力 但是她的面容却不能被凡人看见 一旦揭开面纱,便会马上容颜凋零 没想到即使戴着面纱,续凤还是爱上了紧密 从现行的预告里可以看出,紧密最后是接下了面纱的 还跟续凤来个深情疑问,画面实在太浪漫 但也意味着紧密,会为了续凤容颜尽毁 这还不是罪虐的 续凤在这一世里,会经历了紧密的一次死别 原本答应要取紧密,却在她被毒死之后才赶回来 脱身未递的续凤冒天下之大不韦 要迎娶死去的紧密做王后兑现承诺 并在婚礼的当天喝下毒酒 上演了一场殉情大戏 要不要把我们续凤月成这样 既然剧情已经被导演加料了 后续又怎么可能没改动呢 紧密还会第二世为人 那时候续凤已经被紧密 救活而且成了魔界的王 不过这一世好歹没有暂虐续凤了 紧密在凡间穿着凤冠霞批 要嫁给别人的时候 续凤从魔界闯到人间 来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抢亲